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习腹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638集 我服输完毕了,请评委老师点评 夏小兰都觉得是宋芬提 飘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些名著 在华国算是耳熟能详了 别管文科还是理科 80年代上学的人没看过基本名著 和人说话都不好意思 前面16个选手都没有夏小兰这样的运气 复述这道题太简单 不管有没有听清原文 她都能大概讲出飘的故事情节 夏小兰不觉得自己是运气太好 台下那么多观众 为了录制效果 台上的灯光特别强 根本看不清台下人的样子 林老师和贺教授是否知道了 有人替她走后门的事呢 题目这么简单 该不会王广平真的替她说通了关系吧 这招数简直下三烂 夏小兰靠着这么简单的题目拿高分 其他人肯定会议论纷纷 她要是拿奖的话 就更是一只苍蝇飞到了嘴里 人们以后提起夏小兰 也会说起她这次不光明磊落的获奖经历 夏小兰都想开口询问 为何她的题目是这个 坐在最重要位置的徐国璋教授 终于开口 你复述得很好 一些部分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我想在座的所有人都听出来了 这篇文章浓缩的故事出自美国女作家 马格丽特密切尔之首是我们都熟悉的名著飘 1939年 傅东华先生收益此书 取其消失于渺茫之意境 夏小兰同学 这道题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实用 但你要用能力去见上外国文字的美 我想听听你对飘的看法 不管是从哪方面都行 这道题居然是为她单独准备的 现场顿时窃窃私语 凯瑟琳和这爱群都不解 徐国璋资格老权威重 她站出来说 故意给了夏小兰不一样的题 才能压得住场子 起码只有一律 没有公开的质疑 另外两个评委老师知道内情 这是徐国璋和两人商量过的 因为怀疑张爱群的屁股早做歪了 他们三人决定临时换题 是为了考验夏小兰 也是为了保护她 题目是临时调换的 徐国璋的个人声誉 足以压下那些质疑 徐国璋教授一世的清明 总不会真的因为一次英语竞赛而丢掉 这是徐教授用几十年的言行 给周文人形成的印象 英语又不仅实用 学一门语言 连由该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 都不会见上 证明没把语言学好 就拿华清大学来说 外语系的全称是 外国语言文学系 飘的看法 飘是一部爱情 也是一部战争 对她的分析和看法有很多 夏小兰觉得 不管从什么角度说 对徐国璋等评委 可能都没有心意 徐教授是怎么说的来着 有关飘的看法 不管哪方面都行 如果林老师在这里 一定会告诉夏小兰要稳 不要犯复事时的错误 不要太过标心立意 夏小兰只能默默对林老师 说声对不起了 不是她想要冒险 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评委拿出了单独的考题 恐怕不想听见 千篇一律的答案 夏小兰脑子里 转过许多念头 时间其实只过了几十秒钟 有人看飘 是看爱恨情仇 有人看飘 是看南北战争的残酷 任何一种简单的评价 都不能完整展现这部作品 我个人觉得 作者通过塑造斯加利 梅拉尼和瑞德等不同的人物 他们的言行举止 习俗礼仪 包括精神状态和政治态度 是对林肯领导的 南北战争的再现 展现了美国南方地区 当时的社会生活 更重要的是 通过一本飘 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 美国的强大 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和武器 还有一种社会的进步和开明 战争的胜利者是北方 却允许像飘这样 纯南方立场的 成为南北战争题材的 头号名著 夏小兰的这个观念 的确独辟西径 台下 林老师心里着急 让他评论飘 他扯什么美国社会的进步和开明 这种话有时候能说 有时候却不能说 到底何时能说 林老师也不能判断 林老师只知道 这是很敏感的问题 评委席上 凯瑟琳却鼓掌 哦 你说的真棒 这是我听过的 不一样的读后感 你有自己的思想 当然 你的口语也很棒 临时换题 还真容易带来惊喜 重规重矩的回答听说了 凯瑟琳听到这种真实的声音 还挺新奇 这绝对不可能是 事先安排好的答案 作为在华国生活了 一段时间的人 凯瑟琳知道 有些问题是很敏感的 没有一个老师 会教夏小兰这样回答 也就是说 这是夏小兰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想法 她在这个竞赛中 勇于表达自我 直到这时候 徐国章和其他两个评委的怀疑 才彻底放下 凯瑟琳都知道的敏感 地地道道的华国教授 能不知道吗 王司长那古怪的举动 看来真的不是在帮忙 而是把夏小兰陷于作弊的漩涡中 夏小兰的口是第二关 要是让徐国章和两个评委不满意 他们会有更尖锐的问题 等着夏小兰 会在台上问一问 夏小兰对作弊有什么看法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生 乍然被接了老底 当着三四百名现场观众的面 真的不会有一点惊慌失措吗 那时候 徐国章会叫王司长知道 他是怎样观照王司长家的小辈的 张爱群也觉得 这个回答有点敏感 他也顾不得避嫌了 赶紧把话题收了收 夏同学的意思 我们要分析像美国那样强国的方方面面 管中窥豹 从小看大 真正了解强国 才能做到发展好我们的祖国 我说的对吗 是的 评委老师 这道题就算过去了吧 徐国章接过话题 夏小兰同学 请你听好第三题 你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专业 你对自己所需专业的规划是什么 你认为 自己将来 能在专业领域 取得什么样的成就